作词制作的福音 词 spelled phonetically 者 注文息 博物 優位 作词制作词 博物 杨原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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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 秀 杨原唱 博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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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原唱 那些品牌 我看到 我说并没有了给我 哎 这太有意思了 大概十几二十年 这个 这十几二十年 对对对 没有很久 这看得出来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八十年代了 对 八十年代 就是等于国民党党员坐在这里看完对 没错 没错 这个如果再过个 再过十几年就会很好看 更好看了 这些没有了 是公园的吗 公园的 大概在六七零年代的 台湾的公园 全是这种椅子 全是这种 哦 那时候台湾年轻人谈恋爱 就坐在这里 新公园也是这种 对对 这种 那这个形比较特别 我猜是那种 某些人的私人的那种空中花园 哦 很高出来 根本不会这么做 对 不会这样 那为什么跟这个的材质 好像一样时都流行 哦 从公园到屋顶天台都是一样的 对对 他一批一批出来 后来就不再做了 我准备 其实很多活动可以办 比如说 露天电影院 哦 露天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 哎 真的是 我是计划夏天 这很好 台风啊什么 没有太多的时候来这边办 对 那我最近也跟电子馆讨论 所以我们来办一些 其实我整个 处理这块空间的概念就是跟记忆有关 嗯 我说从记忆里面去找回一些 啊 价值吧 对对对 是 好 所以电子馆那边也很乐意跟我合作 那就是呃 千尺的版权 不过他们会慢慢帮我处理 嗯 比如说这边放 七零年代的呃 老电影 老电影啦 或者六零 军教片啦 什么都是 有可能的 那些歌伴在中影里面还比较好看吗 啊 中影也有啊 有一些是没有私人的很多 里行那边也有啊 不过很多都回到电子馆 可是电子馆要出来的东西都必须 还是得有一个版权的概念 对 啊 我是上次我们去这个是 内蒙古啊 还有这么一个当地的人 弄一个小的电影博物馆 他就弄一个很小的电影院 你一看哪 放的那堆东西啊 你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中共九大的时候 我拍的那个记忆片哪 他就是给我们放 但是真的这个回忆啊 隔了几十年以后啊 再一看呢 嗯 非常的惊艳 对 非常惊艳 对 他连颜色跟现在的都不一样 是 很浓重的那么一种 一种颜色 对 啊 这个空间挺好的 我说将 将来 连那块都可以是个平衡 我说那块 打到那边去 对 现在很多 我应该都可以 现在其实越来越好 我 枪枪三人行 我跟文道在台北的下午 就是这么悠闲啊 我们还是在蔡明亮导演的这个咖啡 咖啡座儿里 不相争 不相争 还得那么紧的咖啡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蔡明亮导演呢 跟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正合适 是 因为呢 他是小众电影 我们是小众节目 应该是大众吧 你看 你的电影 观众不算太多 我们的播出时间呢 也在半夜 咱们这个都是在这个边缘 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边缘 都有影响力 所以他的影响力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方面讲啊 我听说比如说在欧洲的一个电影节上 他的这个电影可以只有五个观众 五个观众中间还在吹口哨抱怨太长了 太长了 哎 抱怨没对白 对 可是呢 在台湾他很受尊重大导演 蔡明亮 你说到这点 我会觉得很怪的地方 就比如说像蔡明亮是 三大影展德国奖的华人导演 在康城 康城大陆叫做什么来的 在嘎那 嘎那 柏林 威尼斯 那像你这样子 在几个大影展德国奖的其他的华人导演里面 他是属于其中最出类拔萃的 但是是最不卖著 最少人看过的 对 对不对 然后你比如说比起那些其他华人导演 都拿过这些奖 你比如说像张艺莫丞海哥 你简直就是不晓得在干嘛 然后 我说小 小众导演的心里的悲观 是什么样 因为你想想看 你刚刚因为又联系到台湾的情况也是 其实你比较起两岸的大岛 是同代的都去国际上很洋威得过这些大奖的 你比 你看 台湾像你 他是最糟的 票房 那杨德昌 侯孝贤后来都不行 他们甚至在欧洲都比我好 对 他们在欧洲还会比你好 你看两岸 为什么台湾这些大家都非常尊敬 仍然很尊敬你们 对不对 像政府很尊敬你们 但民间很尊敬你们 是三大这样的艺术片导演 所以大陆有得到 对 但在大陆 你跟你们同代的 就台湾新浪潮的时候 就是台湾新电影正好是大陆第五代 对不对 我觉得 我不会转弯 这个对比 现在太强烈了 太强烈了 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看着你们的大陆的同行 我其实觉得我是幸运的 我还蛮幸运的 我自己一直觉得 我们不卖座 可是我有片子在拍 不停的拍 就很好了 对 我反而是喜欢这样的 因为中间有一段闲事 也跟你一样的想法说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吧 怎么没有奇迹 后来我发现 其实是没有奇迹的 电影是没有奇迹 就是说 是你的属性的问题 你知道 就是说 你要拍这样的戏就是这样 你就要这样子 你要自由你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 很多人说 现在大陆很自由 我说 不自由 其实是比较表面的 不自由 对 其实是不自由的 所以我宁愿 你看我从来不想大陆市场 我即便现在要 要support一个大陆导演 我的第一个条件 说你要找我当监制 唯一的条件 放弃大陆市场 但是你是放弃到不是 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进去 给你的观众看到 但是你要把那个市场的信心 拿开 那我自己是这样的思考 我很早就开始已经知道说 我电影 所以我有时候会 会阿Q的思考说 我就是个名牌 这是 卖不出去的名牌 卖得出去的 所以呢 我后来想想说 我何不掉起来卖 你知道吧 我可不可以发展出一个方式是 我也许 我有一个电影 我只要卖一千张票就好了 我不要卖一亿的票房 我只要卖一千张 可是我卖的比较贵可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自己就走一种方式 是我认为是收藏概念的方式 说这个电影不急得现在给你看到 因为你现在看到你也看不懂 你只会骂我嘛 你知道不如慢慢给你看到 而且放在恰当的位置给你看到 那那个位置是什么 是博物馆概念 你知道吧 所以我有一点积极在这块东西 是 你刚才讲啊 他现在大陆的这个导演 我觉得很多时候 谁都要面临一个选择 是 这个选择就是拍到有一天的时候 拍艺术片也好 或者拍自己愿意拍的 但是有一天会有一个问题 他觉得自己在干什么 对 难道要比赛没人看吗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啊 他就会很难办 我觉得就是 你还有个你好像没有生存的问题 我没有 我我我说我的钱不是来掌握 我没掌握钱 那其实 还有他有处像 我们那个编导这个小女孩啊 说你佛像啊 你可以拍拍她们她的耳朵啊 谢谢 她是有点疯 对 所以能这么拍电影还能活下去 但其实我是觉得啊 像他们这几位导演啊 呃活是没有问题 就是看你怎么活嘛 要看你怎么活嘛 要看你怎么活嘛 其实大陆导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导演 我觉得也非常的执着 有一个自我 他觉得他要拍他想拍他 他不像以前曾经得过讲的其他导演 那么的中间他忽然觉得 他不能够再这么下去 他要成功 他要功成立就 他要观众了 对 他要证明他有商业性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对但你难道你不需要观众吗 嗯 我有观众 我觉得我的观众是在比较 啊 头脑清醒的 哈哈哈哈 就可能一千人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那么在 所以蔡明亮的选民 以前以前那个谁 韩亮露有一次就跟我聊天 他说哎呀我你你太聪明了 你只做给二十个人看就好了 可是这二十个人是谁 我觉得很重要 他有影响力 他帮我推的很远 推的时间推的很久 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给谁看我觉得蛮重要的 没错这不就像咱们说 恐慌卫视说影响力 影响力 所以我们是小中间 我们不追求收视率 也是这样 收视率很烂 但是看我们这个美元管 对 所以但是看的人看的人可能他都是一眼九眼的人 其实我其实我喜欢我喜欢没人管 哎 我以前在在在啊电视台做做节目啊做单元剧 我最喜欢我的节目拍在十点以后 是 没人管你可以骂脏话 他以前不能骂脏话 我是第一个骂脏话的 对对对对 因为没人管不到 他不知道发生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吗 这都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就为了自由啊 你干居边缘 对对对对 其实你比如一个好像一个电视台啊 我后来发现也很微妙的 你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放在这个更黄金的八点九点去播出呢 你放在那里播出我们会比他们更好 可是后来他给我讲啊 你在那个时候播出啊 嗯 你就不能这么随便说话 因为那个时候啊 很多领导他还醒着 哈哈哈 他都看得见 对这个硬生生给你做成文韬有约了 没错没错 你就所以 你很多时候啊 你进了这个主流或者进了商业 对 要牺牲自由 所以过去我们说到自由 我们总觉得是跟政治有关 其实啊 跟商业 跟大众 当然 关系更大 以前我讲 比较啊 不好意思啊 以前都说 啊 铁木铁木啊 现在是荧幕 荧幕 没钱呢 更恐怖 更更恐怖 更恐怖 抓得更紧 对 其实他这个整个你看 我觉得钱呢 是更大的一个权利 是这个权利能够让你有一模一样的情感 有一模一样的生活 我在你看纽约这个MOMA那个博物馆啊 我就有一个体会啊 就是美国六七十年代 什么叫美国生活方式 他这个展览呢 很多整套厨房 整套厨房 冰箱 包括当时美国的这个画报 还有美式的厨房一定是开放式的 家庭主妇这个围裙 对 而我才看到所有的这个通过金钱的力量啊 把一整套生活方式 这就叫幸福 给你 然后所有的观众 啥呵呵 哦 我们都要这样的房子 我们都要这样的厨房 我们就幸福了 对 就幸福了 实际就可怜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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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日产 人 车 生活 对 谈一点就是 因为你到现在其实你拿的还是马来西亚护照 对 那台湾是都把你已经当成是台湾导演 对不对 尽管你的身份上面国籍身份是马来西亚 那么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导演 我从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会把你当国宝嘛 就说你对不对 因为那个大导演拿了那么多的国际身份 马来西亚 有没有觉得说你是他们的骄傲 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很少去想象我要回去马来西亚拍戏 好 并不是我不爱这个国家 它就是我的亲娘 对我来说 我的故乡 好 我爱那边的食物 我爱那边的风情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那边发展我的创作 好 就表示说那个国家在创作上是非常封闭的 虽然他们也在讲发展文化 可是是很表面的那种 对 那种官方的概念 嗯 那官方既然有那么严格的概念 人民自己有自己的 自己就会有尺度 所以我说你不用去告诉马来西亚人不能拍什么 他自己就不拍了 对自我审查 对自我审查 我也是 我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打交道的感受啊 他们都是好人 对 很老实的 太老实的好人 那往往有时候太过保守 很保守 对 那所以你看得到就是 呃 你现在状况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跟你原来的那个祖国 嗯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 还是说其实它对不重要 嗯 我是没有祖国的人吗 不特别重要 嗯 因为我可能 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是 我爸爸哦 啊 我爸爸是 大概是二零年代移民到 南洋的 每一批最穷困的 最困困的那种中国人 从哪里 从广东 广东 坐船 跟他的父亲 跟我爷爷 听说只有一条短裤就去了 然后 然后 他一直到他55岁 他12岁走了 55岁 叹亲 刚好遇到文革前后 哦 你可以想像他的 回广东 对对 回广东 第一次回去 因为55岁马来西亚开放 那个年龄人可以回去 呃 当时大马还是反共 嗯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他的那种乡愁 嗯 也是很强烈的 好 回去又碰上轮格啊 回去回去 那那也待不下去啊 对他回来带很多故事给我们听 嗯 跟我们看的宣传变得不同 你知道 他有意思 我小时候看到一些纪录片 跟爸爸讲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 可是呢 我父亲很小就给我一个概念说 去哪里 哪里好就在哪里 嗯 不要想太多了 我懂你意思 所以 所以我比较没有落叶归根的那种 概念 我觉得 他的名言是落叶归根 还是没有根 没有根啊 啊 哪里好就哪里 哪里可以做自己 就去哪里了 所以 所以现在对你来讲 就台湾很好 台湾让我自在 在创作上面 好像你刚才讲到这个苦啊 我去马来西亚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当年最早的一批 就像您您这个父辈啊 呃 刚下南洋的时候 就生活是相当的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你还有什么记忆吗 嗯 苦到什么程度 苦到 他们的苦 我们也没吃到啦 嗯 他们的苦 讲讲你的苦吧 我 我不苦 但是我觉得 我 我特别 有印象就是 我们要去帮忙 爸爸妈妈卖面的 或者 我爸爸是 一个人做好多事的 他除了卖面 因为卖面是我外公影响的 教给他这个生意 嗯 那他同时是农家子弟 所以他也 种胡椒 嗯 也养鸡开机场 所以我们 我小时候的经验就是不停在劳动 他小时候有些经验 我觉得跟他长大以后拍这个残酷的真实有关系 有有有有 比如说我记得他说过 他说他爷爷祖父 就杀鸡 我爸爸 你爸爸啊 这是你父亲 是鸡温 鸡温 都是禽流感 鸡温 然后呢 他们就自己家里就吃了这些鸡 是的 每天吃烤鸡 每天吃烤鸡 然后你还说你父亲怎么杀鸡 我父亲呢就是 那个鸡温 我们是上千只鸡嘛 同期就上千只在一个大的那个棚子里面 竹棚啊 平常都很吵 一到鸡温就是一片死鸡 其实蛮恐怖的 死了的意见 没死没死 不叫了 都在大瞌睡 他说人批的 一批一批 那边一下来这批 死掉了 然后换这批 你打预防针都没用 一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有一次是亲眼看着我父亲 就抓起那些 咽咽一息的鸡 就往那个砖头 地上是砖块嘛 就敲 敲他头 蹦 很清脆啊 蹦 死了 蹦 蹦 因为过不了 过不久他就死了 他就先解决他 然后拿去买 那个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小学吧 就很震撼 觉得好残忍 很震撼 所以我后来舞台就演了这一段 你就迷恋上了这种残忍 就生活里面的 无可奈何 很复杂那个情绪 对 我们内背很多这种 纠结 就是说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是这么想的 爸爸很严厉 我们 其实我父亲主导了整个家庭的气氛 为什么呢 你小时候是不能理解说怎么会有一个父亲那么严厉 不讲话 然后 他睡觉的时候咳嗽 睡午觉 因为他晚上要开档嘛 白天要种胡椒嘛 他中午要睡那个一小时的午觉 家里不可以有一点神秘 有一点神秘 他就骂你 后来我们养成是他这样 一声全部就散开 没有七个小孩嘛 都散开 吃饭的时候特别害怕 就爸爸会盯着你说 头发要捡了 你明天就得捡回来 哎呦就跟今天这孩子 其实父母头上完全不可同言语 我们不能跟父亲讲话会发抖的 后来长大不成 你说是特别传统的 我们来讲话的家庭 对对对对对 后来就是这样 后来回想说为什么爸爸是这样的 他老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很容易掉泪啊 是是是 特别喜欢孙子啦 什么什么 特别温柔啦 那一段时间怎么回事呢 就是生活的压力嘛 哦 你生活 是这个答案 对生活把人磨到 生活的压力 对对对对 那种残惹 是生活的 所以我们那一辈的人 就比较能够很多的反复的思考 就人性啊 人 父亲带他走入了文学的殿堂 我第一个作品呢 叫老舍的童年 读懂父亲 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说他今天要就不死 他肯定明天死 必死无疑 书已 大家赎斋 星期四 凤凰未卸中安台 雪花唇生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的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还有灰领悟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真的是有时候讲啊 这个想起来 呃 你像我们的父母啊 在我们小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爱吵架 家里就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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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弄啊 但是实际上老了一看 你看两夫妻俩感情是非常好的 是 后来你一想啊 是那个时候生活压力 我爸爸妈妈 每一年 总有一个月是冷战期 对 循环 那个月是最恐怖的 贫贱夫妻百事 哎呀 对 那一年他一定要爆发一下 不讲话 像放寒假 对 他们冷战你为啥 就是有一个大的吵闹 好 好了 每一年都这样子 我们后来就习惯了 就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觉得就对今天的你 你为人处事或者各方面的性格 啊 我觉得 我 我其实 我不太知道是什么影响 我就很珍惜我眼前的人事 嗯 很珍惜 所以你看我合作伙伴都很长久 舍不得丢掉 拍到拍到 观众都腻了 导演都不腻 哈哈 拍李康生 好像生活里面不能没有的 哎 这些东西 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回忆 记忆 就包括连这个咖啡走廊 对 这些收集的东西 你要做的文化活动 对 都是跟这个有关 对 我觉得记忆里面有一些价值哦 可能 因为有比较 我觉得我们 我想每一个每一个世代都会跟下一个世代做比较 好 也许 是心理作用吧 但也许也可能是事实 我觉得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嗯 好 越有钱 我不觉得那是一种幸福 是 越 越进步 就我 我有时候会想象说 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的一切好像封城榜 里面讲的那些事情 坐电梯 就上 坐飞机 就飞天了 都做到了 都做到了 几乎都电视千里眼 什么千里眼 顺顺顺顺顺顺 全都有了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都 怎么讲 更加的不舒服 嗯 其实 急啊 嗯 你知道看什么都 一样的东西 都是用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 打电动一样 看电影也是变打电动的概念 嗯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慢 好像 慢 你不慢的话 你 呃 连思考都没有 所以 所以我的电影常会 我自己在看 我不常看 偶尔影展 就在那边看 说为什么拍那么慢 其实 觉得很幸福 这个人还可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文明启示录 我就是这样来想这件事情 所以慢下来 你才知道 都不容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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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担心 你不想担心 你不想担心 我 不想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